今年的乌节路圣诞庆祝活动将比去年更有看透 街道亮灯仪式下个月13号正式启动 业者希望能够在差异化防疫管理措施下 吸引人潮回流乌节路商圈 来看记者蔡可汗的报道 今年的乌节圣诞大街欢以花开圣诞为主题 主办方以一品红 玉兰花等花卉做点缀 打造3.1公里长的绚烂灯饰 主办方表示 随着我国迈向与冠病共存的道路 今年设计了更具看点的项目吸引人流 今年的规模其实是比去年多了一些活动 最有看头的就是第一次登场 就是在文华酒店的36层屋高的外墙 我们会做一个投影 我们最希望是得到最好的商家的业绩 现在接种已经到达了85% 所以希望更多能够来到访这个乌节路购物 巨型夜间投影在下个月1号 每晚8点绚丽登场 虚拟的烟花秀也将在平安夜和元旦倒数绽放 乌节路商家盼望借此挽回一些生意 不过近来疫情升温 受访民众抱持谨慎态度 要看接下来政府的政策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才可以觉得到底要怎么样庆祝 驾车过至少会来看看一下装饰 这些一定会 反正你下来逛逛街应该不会 乌节圣诞大结欢将持续到明年的1月2号 请不吝点赞同